歡迎大家回到貝昇企華這個頻道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和按鈴鐺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待會大致上說的時候都會知道大概有什麼功能 也會宣佈新的功能 還有就是預計會將希望加入一些什麼功能 就是幫到大家 也都很感謝各位的支持者 回到今天的故事先 這個其實今天這段故事最值得講 就是講一些虛幣 其實如果大家在Patreon和Discord 在星期五的早上我都說 因為大家在問買什麼好呢 其實我都覺得你是寧願買回3066 或者是3068 因為我猜有些朋友可能都不會開一些 叫做虛擬貨幣的戶口 你見到那些FTX那些都塌了 都未必夠膽去開那些幣安 或者是其他的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但是你見到其實呢 這陣子其實都不只是星期五的了 那在早幾天其實已經開始升近了 那變了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或者是早一年已經是 叫做有跟開的話 都有見過這個平台 那當然我就不是特別推薦任何的平台 因為任何平台呢 都是有風險的 你見連FTX都可以是 收了皮的話呢 那SILVER GAY 其實SILVER GAY 這些是很有前途的 但是都沒有想過它會 握招的 所以呢 我不會特別是 很強烈的建議 說一定進入 但是你見到呢 其實虛擬貨幣呢 我們看回一些正常一點點 那我回回頭 你看回一些 例如比特幣這樣 其實我昨天說的 昨天早上說的時候 其實是25000 剛剛high到哪 就跌下來的 那你現在呢 在一刻來說 已經去到27500 那就是28000 那就是說呢 其實昨天收了市之後 都還升了超過 接近一成左右 那所以可能回來呢 就是如果不是 叫做 突然間 突然間 這兩天突然間 倒當的話呢 那 應該 這些 3066和3068呢 回來呢 都是還可以升 就是 這兩隻 那所以 大家都可以留意這些 那其實你 看回 這幅圖呢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按到 這些 其實呢 我覺得 一看呢 最少呢 都去到3萬 那其實 你現在那個情況呢 那些 美國呢 就是 不要說它突然間 顛到量化寬鬆 那但是 你 如果 它 只是說 減少 就是 或者叫做 就是停止了加息的話呢 或者叫做減慢速度呢 那已經足夠呢 是 叫做 可以彈回上去 那 那 我覺得3萬點已經是很保守的 就是 不敢說 突然間彈到四萬多 那 所以呢 就 昨天早上說 你不如3066或者3068呢 那些是 那些 那 我知道有些人呢 會買些什麼 1611啊 那些火幣啊 或者是1263啊 那 那 就是 其實1263這些呢 嗯 嗯 1263這些呢 其實是 在 沒有 看見到 升得不錯 就是你看到呢 它都是跟虛擬貨幣走的 1月63我其實之前講過 它其實是一個叫做 香港版的英維達 它根本是當英維達這樣炒的 那 那 而昨天就算我們的移動通知呢 都有 提到這一隻出來的 那 但是呢 我就覺得你直接點 都是買回些 3066 或者是3068 那 高波動一點的就是3068 那 再高波動一點呢 其實就是早前講的 JPC 那 JPC呢 其實呢 就 我想我第一次講 在這裏 就 因為我都很少會講這些 所以我講的時候呢 都被一般人慢了 應該 但是知道的 就不是現在 就是不是那一陣子 就是應該0.04 0.005 那時候 講的 但是你看到 其實那時候講的 都已經升了不少 但是他怎麼知道 在這個時候呢 再升得再瘋一點 那 所以變了呢 大家是 看到那個情況 現在其實可能 集中在這些 虛擬貨幣那裏 所以你就算 美股呢 應該都是炒了一些 什麼 HUT 啊 那堆 馬拉松 MARA 那些 都會升得比較瘋一點的 那 我覺得都沒有所謂 因為之前我講的 美股的SMH 其實都 不差的 都是一些 半導體的一些股 那 應該都會見到 我們在 其實呢 我們在 通知那裏 看看是不是這個 我們呢 其實呢 在3月14號 就是白色情人節那天 其實這裏 都彈過中芯國際的 那我就 沒有什麼特別 理 大家可以 留意 如果你本身已經在裏面 因為 我就比較少去 留意中國的 半導體 那 但是你見當日16個幾 其實現在呢 都已經 整 18.9 那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 那個通知 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加入了之後呢 其實就 我反而沒有什麼 離到 其實這些是 只不過是把我的思想 就 program化了去 那 只不過是他加速第一次 全香港的股票 那樣的數 那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 還有呢 就是 我現在把本身呢 那個 Patreon 或者那個beta版 我直接把 一個 某部分的 資訊 放了過去 那就變成 那個beta版 因為我一直 原本的版本 都上不到 上不到 去 那個 雲端 那我沒有理由 每次都開著電腦 這樣搞的 那所以呢 我現在就把 這兩度呢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那 那只不過呢 最詳盡的一個呢 就是 加回回 配星研究所 那還有我知道 有些人都有點混亂 究竟 你 普通80元 和配星研究所的分別是什麼呢 那我 應該 這兩天 都會在 Patreon 裏列 那些channel 是 哪個tier才有 那 免得大家都 有點混亂 那還有之後呢 我可能在 配星研究所的tier 呢 會加回 那就是 那就是 可能呢 是出現了 頭十間是有90% 的股票的時候 它就出現了 紅色字 那如果是普通 低於某個數的話 就出 綠色字 那高一點就出 黃色字 那這樣 會比較方便一點看 那可能都會 只是留在 配星研究所的tier 才會出現 那還有另一個呢 就已經出現了 就是 應該 在這裏 那我現在在配星研究所 如果你是配星研究所的用戶呢 那除了之前呢 你打139 可以出現了 問回目標價 和指洩價之外呢 那如果 你打回 誒 誒 低一點點 那我例如 我這裏示範了一次 大家感嘆好呢 1211 那它呢 就會出回 1211的sikus 和那個連結 都在這裏 那所以你覺得 如果 這個資料呢 是不夠詳細的話呢 那你可以直接 去回連結那裏 去回 真實 sikus 那邊那個 狀態 那你就可以直接連接 回去 那 呃 大家留意一下 錦炭號呢 哼 打鍵盤的時候 是打英文的 錦炭號 如果是打中文呢 它會 無端端 打了一個空白格 就變成 搜尋不到的 那 還有預計呢 就是 昨天呢 就是 除了一隻 中心之外呢 其實華雄半導體 都有彈 那 還有的東西呢 就是 呃 當然 雖然 WESA 會遲些 會 再搞好些 還有呢 就是 希望會出回 新聞通知 那可能在下面 那 那個courses 可能會 再放低一些 因為現在那個重點 不放在那裏 那還有一些 那 預計呢 新聞就應該 所有tear都有的了 那是 大刊報告啊 和一些 最新的公告通知呢 那 就會是 那些 倍昇研究所那些 才會 見到 那就放低一些 那到時呢 就會大家 多些 資訊去 留意 那希望大家 那個成功的 百分比 就會 高一些 那 還有呢 就是 是啊 還有呢 其實昨天有提過 就是 就是 二棟股呢 其實呢 都有彈過 這個微盟的 那 其實呢 原來呢 微盟呢 也都是 將他呢 和這個 民心一年呢 都 混合一堆 那所以呢 昨天呢 除了他之外呢 還有一隻 ETF呢 就是一隻 就是一隻 中國運算呢 他都有做好的 那如果你 記得我之前說的 那些什麼 245啊 209呢 就是 2005 是中國電動車啦 209呢 就是 太陽能啦 那還有這隻呢 就是 2826啦 那其實走得最好的那隻呢 就是 2826 這一隻的 那 你看到呢 我們按一按來看一下 那其實呢 他是唯 唯一呢 那我不敢這麼快說的 嗯 他這隻呢 算是 做得好呢 他是 如果用月線圖來看呢 他還是還是在 這兩個位置中間 那但是呢 你看到 這個紅色線上高 那如果你見到 285或者209這些呢 其實呢 他就在下面 那所以呢 就好像 感覺呢 還在插進去 那所以 變了呢 如果你說 長線一點點不怕呢 就是 2826那些 那你說 如果買這些 怕不怕呢 其實也不是太怕的 就是 ETF那個 問題就是 他 跌了下去也好呢 那你始終有些東西呢 是會 抽得上來的 那另一隻叫做 都稍為好一點呢 就是中國半導體啦 那當然半導體的問題就是 會被一些 那些 美國那些 打壓啦 那就會 欸 可能會差一點點 那 那 當然最好就是 那些 電訊股 但是已經講了十 年 就是講了 很多次就不再講了 那 變成了 現在只提一隻呢 那就算了 那我講回 指數呢 其實指數就不是說 特別太好 就算是昨天 升了314點 那如果 聽開的 或者是 都已經是非常用戶 都講過 其實他如果上不回 20,000點 都只不過是 叫做 在下面呢 韌韌韌 那就沒什麼 沒什麼 叫做 做到非常好 那叫做呢 如果用回月線圖 來講 叫做好一點點 叫做 不要還在一個 19,300 點流下 叫做 在最差的情況 叫做好一點點 但是呢 不能夠叫做 轉勢 那就變成了 大家都是看回 20,000點上去 20,000點你才夠膽 大注一點 如果不是呢 我覺得你真的只剩下 一些 都是ETF 或者是 3066 3068 那 因為現在 你銀行那裏 那裏 怎麼都會 想一想 才會再加息 那 就變成了 那裏 我休息一下 就已經是值得去衝上去的了 那你見到呢 那裏 那裏有些開始 有些分別 那導致呢 就竟然插了下去 穿了這個 每月的平均 10 的平均 SMA 10 SMA 那變成了 感覺上呢 好像會繼續向下跌回到 3萬零幾的 那但是 反過來呢 你一停止了加息之外呢 那 就變成了 納指那裏呢 反而呢 就有得 衝上去 那我就 不知道 大家都可以留下 ARKK 或者 就是大家契媽那些 ETF 會不會突然間都會瘋癲起上來 因為他那些已經殘到 鈾電了 就是如果你們是 勇字派那班呢 那 你連那些跌九成呢 膽膽搏呢 那我覺得契媽那些 ETF呢 我覺得 搏一搏都無防的 那還有標普呢 他標普呢 就是 嗯 標普呢 就是兩者之間 那所以他也是在 紅線上高 那但是就出了一支 陰軸 那所以呢 就 暫時看來都是 除了 納指好少少之外呢 其他 道指呢 都是變得 比較差一點 那 而 恆子就 暫時都不覺得特別是好的 那 所以大家 就 都是保持 謹慎少少少 還有 都是買回 虛幣的那些好些 就是 不是叫大家買虛幣 虛幣的ETF 因為 虛幣交易所 我怕大家都有些風險 那 就 不敢說得太高風險 那另外 中國運算 剛才說了 就不說了 那 還有呢 就是中國電訊 那 中國電訊 這一隻呢 其實呢 原來不覺不覺呢 都升得挺厲害的 就是 就是 以這些股來講 就是 都已經爆上去的 所以大家除了留意 就是 不是只有 那三隻電訊股 其實還有 有 這一隻 中信電訊 還有 315 和記電訊 那 還有 315 和記電訊 315 是數碼通 那 還有 215 我再看看 215好不好 215 普通 不算是 不算差 你看到是在 10天 20天上高 所以大家都可以 如果你是 修飾Pi 的話呢 修飾Pi 是可以買電訊股的 那 但是我還是說回那句 都是 最好是買一些 ETF 所以大家都是留意 一些 3190 或者 310 那 之前說過 所以我不再介紹這些 ETF 那 Patreon那些用戶 也聽過N次 所以免得重複 那 現在還有說一些 比較 叫做新 小小 又不算新的 因為那些韓運股 其實是炒到爆機 但是呢 港口股呢 其實是沒有升過 那現在呢 其實呢 那些港口的股呢 都開始在動 大家留意 就是 除了早前 那些 什麼建築股啊 煤炭股啊 以及航運股 之外呢 那些港口 那些是炒船的 那些就是港口的 那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如果 有觀察明打的 那些 也會見過 青島港 那 昨天都在升 但是這些呢 開波的時候 都是升得很慢 所以大家都不會太興奮 就是見到這樣的狀態 但是你看到 他也是在升 那 那巡港股份 我都拿出來說 因為 他還未到 叫做好的 他只不過 剛好叫做 剛剛過了1.17 現在1.18 所以大家都 留意他 可不可以站硬在 1.18以上 甚至乎 1.2以上 就 最好啦 那 因為我怕 不說的話 就 翌日已經爆了上去 那 現在先說定 其實他已經爆了不少 那 還有最 尾 一隻 就是這隻 遼港 股份 280 那 這個呢 都是 那你見到他都慢慢上來 那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看看會不會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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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留意一些什麼 就是 我知道大家的 旅遊股 那些 大家說過N次就不說了 那些新秀例 那些 升上去 那還有一些 這些呢 都留意一下 會不會是跟通關 都有些關係 就是 叫做 航運上 那些行業 都會做得 比較好些 就是沒有了那些 那些 封城的問題之後 那 今天暫時就說了這麼多 先 那大家如果有疑問 都歡迎在下面 或者是 在下面留言 就最好 那給點Like 還有就是 如果Patreon 還會有問題 都歡迎在Discord 留言 那 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們 Patreon 那Patreon有什麼功能 其實下面的Description也有說 那怎樣可以 將Patreon Discord連接呢 下面也有條link 是 教大家去將這兩者連接 連接的 那 也都歡迎 你不加入Patreon 都可以去Buy Me A Coffee 到一次性的支持 又 甚至乎 就這樣給Like 都OK的 那 都可以推動到 這個頻道的發展 那我們 下個佳日再見 拜拜